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见无论在何时何地 亲人的离世都让人难以释怀 因此有时候难免就会犯一些忌讳 比如有些亲人去世之后 在世的人为了悼念他们 就去睡他们的床 其实从科学的角度去看 这会给自己带来不幸 一定要注意 一 生离死别中的人们 俗话说 人生在世 生死二字 除了这两件 别的都算不上大事 如果说出生代表一个开始 那么死亡就是一个结束 在结束的时候 人们的一生恭敬也好 恶性也罢 都会被活着的人评价 因为死亡的重要性 所以即使一个平庸的人 也往往会获得高于自身成就的评价 而一个常做坏事的人 如果不是大奸大恶之徒 通常也会得到生者的原谅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死者为大 在亲人或爱人离世的时候 悲伤通常是无法避免的 更有甚者 有的人因为悲伤过度而亡 如古代有名的传奇故事 梁山伯与祝英台 两个人两情相悦 私定终身 但因为世俗眼光不能在一起 最终一人郁郁而终 而另一个人也随之而去 虽然故事结尾用了浪漫主义手法 让两人双双化蝶 但从现实中来看 祝英台悲痛欲绝 而随之病逝的可能性最大 还有一位稀静的荀灿 他极为的好色 只喜欢貌美女子 有一天他看中了曹操堂帝大将军 曹洪的女儿曹氏 于是就娶她为妻 婚后二人相爱如私 荀灿经常给曹氏买漂亮的衣服 买最好的胭脂 还亲自为曹氏描眉 相亲相爱如娇似妻 但好景不长 在一个冬季 曹氏感染风寒病倒了 高烧不退 衣冠也无法 寻灿看着爱妻如此难受 便光着身子跑到冰天雪地的屋外 把自己的身体冻冰 再跑回屋里抱着曹氏 希望他能好受点 但曹氏还是走了 寻灿悲痛万分 整日闷闷不乐 他的朋友们劝他再娶 说你不是只要貌美的女子吗 世间德才兼备的女子难寻 但貌美的女子很多的 你赶快找一个 不要再消沉了 朋友们的好意被寻灿言辞拒绝 寻灿说 曹氏也许不是最美的 但他是独一无二的 世间再无可能遇到他了 之后寻灿未在娶妻妾 每日思念王妻 一年多后也去了王妻的世界 与妻相守了 十年二十九岁 可见寻灿太过执着 如果曹氏在世 也不想看见他如此悲痛 希望他能够认真生活 而比起这些过于痴情的人物 大部分人在悲伤过后 更喜欢用体面的葬礼或者隆重的殉葬 平调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亡人的深情厚意 这一点无关地位财富 正是在这样的心态催生下 产生了中国流传多年的独有习俗和文化 二关于死亡的习俗 悠久的历史造就繁复的祭祀习俗 而其中关于人在死亡之后的风俗习惯也有很多 比如古时在帝王去世后 通常会使用大量的物品用来陪葬 在土葬中 皇帝在生前使用过的和喜爱的物品会被和遗体一起埋葬 甚至有些残暴的君王会让自己的妻妾陪葬 相比于皇家的殉葬方式 民间大多采用火化的方式来处理死者的遗物 以此寄托对亲人的哀思 比如烧掉死者生前的衣物 让亲人在另一个世界可以穿自己喜爱的衣服 烧掉死者的枕头和日用品 让亲人在另一个世界可以用到生前合用的器物 还有在殉葬的时候烧纸钱等 同样是为了让亲人可以过上富裕的日子等等 还有一种比较文雅的方式 是用创作来纪念诗者 比如前文中提到的诗词 除了诗词 还有为故人作画 用来实时观赏怀念 还有以物济私的 饲养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花卉或宠物 通过他们欣欣向荣的生命 来象征亡人 长存心肩 随着时代的进步 人们在悼念亲人时 也开始采用线花 植树或者点燃蜡烛等活动 用以取代传统的烧纸钱等救赎 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 也可以更文明地寄托哀思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祭祀行为的进步 三 不睡死者床的科学根据 有的人在亲人刚去世时 因为很难迅速从悲痛中解脱出来 所以会对死者的遗物产生一种眷恋 而有的人则喜欢睡死者生前的床 可这样的做法 通常不但不能减轻悲痛 反而是有害的 有害的原因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 避免病毒入侵 健康始终第一 很多人都是在家中去世的 人在离世之前身体情况都比较差 或许生前被某些病菌感染 处于一种病入膏肓的程度 一般来讲 细菌传播速度非常之快 这些残留的病菌 很容易会留存在死者生前的物品上 特别是衣物、床铺等等 如果生者为了图一时的方便 睡在死者生前睡过的床上 极大概率上会沾染病毒细菌 导致悲剧发生 如果真的沾染上病毒 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不仅不尊重死者 也会让自己陷入健康危机 所以为了我们的健康长寿 大家还是尽量不要睡 亲人生前睡过的床 用亲人生前用过的物品 如果自己的身体出问题 相信自己离世的亲人 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其二是避免堵物私人 徒增悲伤烦恼 当亲人去世之后 随着时间的流逝 也许会慢慢淡忘这种忧思 如果睡亲人生前睡过的床 用亲人生前用过的物品 难免会堵物私人 看到亲人生前用过的东西 就会想起他生前发生的很多事情 特别是自己的亲人 与自己相处的点点滴滴 人都有七情六欲 人也是一种感情动物 堵物私人非常正常 可是如果因为这种徒增的烦恼 耽误了自己的学习 工作或者日常生活 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当睡在亲人生前睡过的床上 我们会想到他曾经就躺在这张床上 甚至会觉得他从未离开过自己 一直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 其实这只是我们的臆想罢了 如果总是抱有这种心理 总是怀揣着这种情感 烦恼不由自主地增多 对身体和精神上是双重打击 其三是心中有愧 无法弥补遗憾 社会在不断发展 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就业或学习 时常都没有陪伴在老人身边 甚至都没来得及看到人最后一眼 只能看着老人的遗体暗自神伤 心中的愧疚满意出来 有句话说得好 百善孝为先 我们之所以会感到遗憾 感到愧疚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陪伴在老人身边 没有能够给到他们足够好的物质基础 和精神支持 亲人离世 不仅对他们是精神上的打击 而且也会面临周边人的非议与不解 这种自我的愧疚和外在的压力 只会让自己觉得对不起死者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笑而亲不在 这句话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耳边回响 可是当我们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 或者繁忙的学业的时候 我们时常会将这种亲情抛在脑后 忘记了我们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亲人 所以一旦睡上死者曾经睡过的床 我们也会彻夜难眠辗转反侧 产生不安与愧疚 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 也许不圆满才是生命的本意 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们无法改变命运 也无法重塑人生 很多的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很多人离开了也就离开了 尽管不舍 但我们确实无能为力 很多人总想说 如果当时如何如何 我一定怎样怎样 可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力的期望呢 这个假设里面充满了无奈与不甘 总之人生无常 生老病死是无法逃脱的 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力活在当下 不要留遗憾 与其将来后悔 不如从现在开始珍惜亲人还有爱人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